1 2 3 好 藍圓生 今天是藍圓局好嗎 藍 藍圓 藍圓局 請確認自己的身分 還好 天給你 請命 藍圓身手上身戰異 藍圓屑人一起首層 藍圓身手上 藍圓身手上身 女巫无情人 她被杀死了,你要救她吗? 你要是救荣耀了,你要赌谁的呢? 女巫无情人 一人家家是真理,选择了她一个对象 变成潮死了你 女巫无情人 世卑人猩猩猩猩 世卑 workers 世卑人猩猩猩 世卑人猩猩猩 世卑世卑人的! 三 二 八 四 四 三 四 八 四 沒有救 沒有救 完蛋了 你為什麼不救我 我是預言家 我只能查10號 10號是好人 所以10號歸票我也可以相信 好啦 以後達成我的心願了 第一旅就死了 早點回家 你要在那邊等 你沒辦法回家 還一起 對 陪我家 好不好 天啊 我才是預言家 我也查10號 10號好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會自刀的人 但10號確定是好人 我真的是預言家 我兩局都拿到預言家 現在 我覺得他是自刀 因為他跳 可是這樣我該怎麼辦 反正我等一下會死 女巫就救我 我這邊真的沒有資訊 我只知道10號 因為10號歸票位 我一定查他 然後他又很會玩 所以我真的是 脆脆脆脆的預言家 要相信我 過 好 我是3號 1號也超預言家 但1號這個預言家 我比較信一點點 因為2號剛剛走的時候 那個預言家 感覺好像是應急出個什麼 這樣子 然後 因為在2號跳說 10號金水的時候 10號的表現滿冷的 就是那種好像也不太信的感覺 然後 反正他就是雙雙金水 雙雙 所以他就是大棒 好人 兩個好人 所以10號就是綁的 然後1號 我先信你 反正2號死了嘛 然後看你等一下會查誰 這好可怕 那一開始就跳兩個預言家的 太莫名其妙了啦 靖軒上一場跳 結果居然是真的預言家 然後他這場看起來跟上一場的 表情也是差不多 可能就重點觀察1號 我比較相信1號 對 但還是要觀察 因為2號剛剛的反應也是 有可能真的是預言家 然後第一晚就被查 因為知道的機率還是 我覺得還是很低啦 對 3號跟我一樣就是相信1號 但4號是有 還是有懷疑1號 那就想法比較接近的就是3號 那4號還要觀察 過 我相信1號應該是 真的是預言家 因為我覺得他被逼急了 所以他就趕快先跳出來 因為 不然的話 我相信以我對他的了解啦 他是不會隨便跳一個角色出來 不然那個破綻會很大 我也80%相信 10號是好的 過 剛剛6號的發言有點奇怪 他說百分之80 相信10號是好人 可是兩個預言家都說10號是 雙精水人 你怎麼還會有這個20%的疑慮呢 我覺得我覺得好好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你還在80 對啊 說很奇怪 他這兩個 我們現在要查的應該是這兩個 誰才是真的 而不是去懷疑10號的身分吧 你這個點還滿怪的我覺得 8號發言有兩個預言家 2號死的時候跳預言家 我不知道我覺得滿真的耶 但是1號跳的時候也都不慌不忙 滿穩健的 以第一次上節目 算是很不緊張耶 所以兩個都有可能是預言家 但為什麼1號 既然查的是好人不再躲一晚呢 為什麼 等一下剛完可以解釋給我聽一下 好 那1號2號到底誰是真預言家 我先放一邊齁 然後3456 我覺得 6啦 6的發言 確實剛剛那個邏輯滿奇怪的 在我這邊是我的欄坑 其他我沒有辦法確定 我覺得凱樂講得很好 好 我問如何我都會相信你的 是 剛剛我在你的談吐之中 感覺到誠懇 是 其實你講很有道理 因為我在邏輯在推的話 我會覺得1號其實可以再躲一晚 畢竟如果你跟死掉的那個 不管他真預言家假預言家 你都查了同一個人的話 其實你可以躲起來的 你可以在下一輪查到狼的時候 直接查之後 因為女巫也沒用解藥 但你現在跳了的話 其實對我們好人來講 是沒什麼幫助的 因為你也派了一個精髓給他 所以我是分析給你 等一下讓他去做龜票 我分析一個邏輯 等一下他可能會被狼殺死 然後女巫會救他嘛 要不要救都可以 如果女巫相信他是預言家的話 就救他 救完他他白天會給我們一個資訊 給個資訊之後看他查的是誰 騎士跳出來驗他 反正他也沒有意義了 他留著也沒用 至少我們1 2 我們用一個神去換一個名嗎 一個神去換一個狼嘛 兩屁一定出一隻狼嘛 1 2 他查完一個查殺的話 用騎士出來跳他 如果他沒死的話 那下一輪要怎麼歸 我就給10號歸 因為他是大波金 雙金王 所以6號 他已經是大波金了 你還說80%的話 而且在剛剛講 你是私底下有玩的人 這應該不是一個 是一個 不是一個 有在玩的人會犯的口誤 所以我覺得 觀察一下 當然還是給雙金 大波金規票 過 大家好 大波金 大波金 我覺得1 2號 2號 其實我 老實說我比較 我比較信1號 以那個真實的承諾 我比較信1號 然後我說一下我覺得 那要嘛 那2號就一定是狼刺刀 所以我們已經覺得 已經一批狼出來了 3號 4號這 我這邊的發言 是偏好的 4號我會覺得 他是好的 因為他是用一個平民 對我來說 他是用一個平民角度 在觀察說到底是不是1 12 但是5號直接說 1一定是 那他就代表他想要 先把他那個狼隊友 直接做爛 然後剛剛一開始2號 死掉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笑的 5號跟7號表情 是異常異常的冷靜 所以我在這邊 我的狼坑 如果我暫時第一粗估的話 我會比較偏2 5 7 我覺得大家的預言家 我們就查 你可以查5或7 然後其實我覺得 反而不用去用1了 你用1沒有意義啊 所以我覺得大哥 你在那邊說用1 其實沒有什麼差 你一定要用我們懷疑的人嘛 反正我覺得 如果我要打比較保守的話 我們這一局大家都不要同 讓我們去救他 讓他可以直接講第二碗 反正你等一下女巫就一定會救了 不管殺誰就一定要救 我們至少讓他保一碗 我覺得這一局 我們就先不要投票 那如果那個人投票的話 那就代表那個贏定是狼 贏定想要把那個人投出去 大家不要投票 投了錯啦 我我也不會投票 過 其他人要進出投票 3 2 1 請投票 D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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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酒就不要我 要用谁的呢 与我心意 预言加达是真意 选择要做美本微笑的事 预言加达是真意 天亮要是真意 昨晚要是真意 昨晚要是真意 1號 太多懷疑 我昨天晚上查了5號他是好人 所以你剛剛10號歸票說5跟7 但因為剛剛5跟7的話我比較偏懷疑5 所以我查5 那7我不知道 我覺得9號論點就真的很奇怪 我不知道他是非常會玩的人 但我覺得用騎士驗我就是非常危險的東西 因為這樣子不管怎麼樣都會死一個好人 所以我覺得等一下我會做這種酒的發言 然後女巫應該可以說一下 剛剛上一晚是不是救我 因為兩晚不能殺同一個人的話 如果上一個救我 那我等一下又可以再查一晚嗎 反正如果你被救 你就可以再查一晚嗎 然後其實剛剛10號講257 我個人是沒有懷疑7號 但是我比較懷疑9號 因為9號那一番言論 因為他說叫騎士去查一個 我相信一樣是原家 那怎麼查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審死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論點不對 然後6號 他剛剛的確是口誤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當狼都會口誤 所以 因為畢竟我剛剛是他隊友 所以我不知道他那個口誤是 想要掩飾個什麼而口誤嗎 所以6號我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把它放在好人的位子 反正5號是精髓嘛 然後7號我其實沒有懷疑 然後其實4號的發言一直是有一點緊張 但我還沒有想要踩他 對 我還沒有踩你 但我覺得你的發言還是有一點小緊張 加上9號是最怪的 然後10號反正雙金嘛 那我就不懷疑他 然後8號 我會懷疑一下 因為8號真的是狼 我真的看不出來 8號 所以我希望你等一下還可以再查 我希望你可以查8號 因為8號是不是狼 我真的是看每次都拜他的手下 就是8號對我來說最大威脅 過 好 4號發言 我目前覺得比較奇怪的是8跟9 因為剛上一場發言的時候 7號講了話之後 8、9你們基本上就是跟著他講一模一樣的話 那通常會跟風的話表示你們兩個一定有一批是狼 所以8跟9我覺得出一批狼 那我等一下會比較注重觀察你們兩個 9號我覺得還好 但是我覺得8號真的真的真的看不出來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所以還是要觀察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牛一定要跳出來 要講要救了誰 因為我雖然1號說5號是好人 但是我還沒有百分之百的相信1號 有可能是2號製刀 然後假跳 也有可能是他是真正的好人 然後聽到2號跳出來了 所以1號立刻跳出來假跳 可以騙好人的可能性也在 所以對一定要女巫跳出來要講救了誰這樣 GO 6號 我回應5號 我就是女巫 對 然後剛剛上一晚被殺掉的是10號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掙扎 我覺得我該 我該讓10號走然後繼續保護 我相信1號是預言家 但是我覺得我很需要10號來幫我們好人帶風向 對 所以我選擇救了10號 好 就這樣 GO 好 3號保我 然後我被10號這個雙金水懷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證明我是好人 等一下 我真的是好人 10號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好人 我只是因為沒有資訊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該怎麼證明我 可是因為剛剛為什麼 好 我先回應你為什麼我剛剛2號死的時候 我會那麼的驚訝 可是因為我覺得 怎麼兩局玩都是女巫沒有救人的一個狀況 因為以前在節目上至少第一晚都會被救 大家就是錄一集節目也才幾分鐘 阿不救一下 他直接在後面一個站一整集 這樣 很可憐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覺得 然後他怎麼第一晚就死了 然後又剛好是 他又跳他是預言家 所以我才會這麼驚訝 然後 剛剛我懷疑了6號 但他現在跳他是女巫 他剛剛救了10號 所以 那可能剛剛6號你真的是口誤 然後我就是懷疑錯了這樣子 你救了10號 但是1號竟然沒有被殺 所以會不會是懶人想要玩 都不殺預言家這一招 然後就是 讓我們好人開始懷疑 他是不是預言家的真實性 我覺得現在的 如果我去推這個玩法的話 有可能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 我也是覺得9號發言蠻怪的啦 因為 我覺得把神 兩個神去沖掉真的是 蠻奇怪的一個說法 就是這是一個蠻大的bug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等一下會再觀察一下 你等一下發言會說什麼 現在場上確定的好人就是 1 5 10 然後7號我覺得你剛剛的發言 雖然10號高文隔飄位 有覺得你好像不是好人 可是我覺得你剛剛的發言 還是很誠懇 我還是相信你是好人 然後 3號 建議預言家可以驗我 我是一個好人 但如果你要驗我也沒關係 就可以順便發金水給我證明一下 我真的是好人 然後 6號跳女巫 因為 覺得都這麼厚麵了 所以你就是真女巫 所以現在我覺得9號的 狼麵就蠻大的 我還是覺得你吃個好人 我是相信你的 我覺得3號要嘛你是有身分 不然你不要隨便亂帶風向 然後1號其實你沒有必要查 沒有必要裁我 因為你也不是查了我 你無緣無故來裁我的話 其實真預言家沒有必要 而且在我來看來 10號剛剛懷疑5期 他還懷疑說5號跟你是一配的 所以你 他懷疑了5期之後 你起來查了5號的精髓 這個 對我來講 也沒有辦法再證明你的 預言家真實性 所以我會叫騎士去採你 是因為這本來有騎士的局 就是對好人比較優勢 有沒有四個神 所以我們多讓一個神 去抓一批狼 這是很合理的 就是讓我可以去相信你的話 而不是讓你看連5號都會懷疑你 即便你發他精髓也都懷疑你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套路 再兩個跟大家分析一下 女巫我是相信你是做實的 因為如果我是狼 我也會去殺10號 因為不能連續兩天都殺同一個人 如果我今天去殺了 假設他是預言家的話 殺了預言家的話 女巫救到他身上之後 下一把狼就不能再去殺預言家了 所以這個是狼的做法 所以我相信6號是女巫了 所以你們兩個就出了兩神了 所以我要騎士 如果你跳的話 那騎士你就不必要去跳了 因為女巫已經出來了 所以6號在我這邊是好人 但我說實話 我現在也不會覺得你是好人 我對你還是有存疑的 你下一把可以來查我 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跟你講 你百分之百回不過下一晚 因為沒有解藥了 所以你是真是假1 2號 對我們來講不重要了 是嗎 因為女路都跳了 那龜票又讓大漠進來龜家票 過 我覺得這把 斯亞的話是有讓我 有相信他是好人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剛剛這樣run過去 我反而開始有點懷疑 3號跟9號 因為前面3號 他在這一局他其實 滿滑的 他也沒有特別 特別說什麼 特別猜什麼 你他這麼會玩的一個邏輯的話 但是剛剛9號講一個說 不然你下一把查我 但是他下一把 就算他查到了他也是一定死 所以這一局我會先票大根 我覺得至少先把一個票掉 然後他 那他們也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我覺得先把他票掉 5號如果他已經查了一個精水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 然後我覺得其實 你可以驗一下3 驗一下3 我們這兩個先票9 過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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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傻傻 9號 我帶5號 5號 因為我發現了 我在後面很無聊 淘汰白白 请继续淘汰白 免费H5B 男孩不吸气社会 吸气阵面 男孩不吸气少人 男孩不吸气社会 吸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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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換我發言 我先回應一下10號 我完全沒有在滑水耶 9號是我第一個踩的人 你怎麼會說我沒有中踩人呢 9號是我第一個先踩的人 然後所以10號 雖然你是雙精髓 但我希望你頭腦是稍微清純一點 所以9號是我真的第一個先踩的 然後 他帶了5號走嘛 那他應該是狼王 因為5號是精髓嘛 那9號就是狼王 然後現在就剩女巫 那剩下的神就不要再跳了 因為我覺得名跟神的坑快排出來了 然後剩下的神就長好 然後騎士 847 就選一個驗吧 847 如果你有懷疑的話再驗 有懷疑的話再驗 因為十雙精髓 但他一直踩錯坑我覺得很怪 他踩了57坑 然後又說我怪怪的 所以你今天10號的腦子不太清楚 那8號我從第一局就是會覺得 有一點小懷 因為妳是狼我真的看不出來 所以其實就是47 478你可以查查看 那再確保一個位子這樣子 過 妳是女巫 那我們還有三個神嗎 還有那三個神 還有三個神信號 我要跳神分 我要發動器門 等一下讓我想一下啊 因為我覺得3號是我很難看 3號跟8號 都是我比較難看出來的兩個人 我想要從三把裡面選一個 凱樂很會演 等一下 不管啦 3號 3號是嗎 CWC 好猾猾猾猾猾猾猾 你怎麼這麼晚了 好厲害喔 很好棒 好 我們要挑選MVP喔 主持人三個棍頭 3 2 1 1 Lita 對不起 Lita Lita 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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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刀耶 太厲害了 所以真的是狼自刀耶 對啊 沒有人相信我 而且他很積極的要殺死 對 他很積極要自殺死 對 我就要了解 他這個表情太自然 他重態太軟了 女朋友也不叫我啊 你為什麼不叫他 沒有 我覺得我想要保留這個 那請問 他們狼殺10號的時候 女巫是該救還不救 女巫其實該救 因為你們人那麼多 對 一定要救 你一定有身分嗎 我平民 我平民 你第二段就有說服我 因為你一開始太緊張 你看 很狠 為什麼他怎麼 為什麼他怎麼會第一個 你有身分嗎 其實狼剛剛還是有機會贏 很難 有嗎 只要你不踩我 只要你不踩我 我剛剛說我不踩大聲 你會逃吧 我會吵 因為你們都會聽你踩我 不是 你超狼的 沒有 你不踩我 你去踩一個 不要去踩一個5號或7號 5號會跟你隊友 然後我就會分散掉我的票 沒有 可是他已經查5號是金水 我怎麼踩 可是5號懷疑他 你等於叫幾個景純 景純歧視驗他 這一句就很奇怪 你就是要讓 可是你在四神去換一隻 確定的狼 跟確定他遇人家生存 你們講慢一點 我要比例好不好 對 可是我剛剛 他的意思也是用好人邏輯在分析 我說我們有四個神 我們用一個騎士去確定他是遇人家 跟死了一匹狼 這個很划算 沒有 不行 他會被殺死 因為他們兩個一定有一個是真的 他們兩個一定有一個是真的 如果知道他是真的 就不用把騎士的那票 到他上上 因為就會轟掉一個神 所以我才是用好人立場去講 這樣我們就可以相信他 因為江峰 他也不覺得他是遇人家 其實他已經是了 我覺得你們講快一點 我吹好鬆 好不好 我們要講到這一點 沒有 對 他也要是好人 我剛剛去 我剛剛去 來 大家先 謝謝 謝謝 好啦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七號茶茶 為什麼我怨氣啊 為什麼怨氣 真的是你 然後我 說實話 我覺得你開牌的時候 就有身分了 所以我是衝著茶茶去驗的 今天全部要出七 然後現在我覺得我怨誰啊 如果你們狼不刀我 那我就練一下那個狼狼小偶像好嗎 你這精髓你就帶隊 我就不盤邏輯 我就不找狼了 你說下一碗你要查 劉姐藥都用掉了 待會兒狼應該 待會兒狼應該就會 把你殺死了 我會把你留下來 真的是饒舌歌手耶 好酷喔 你擦個毛 連賽鴨 好 好 蛤蛤毛 好 開始 不錯耶 可以 而且他會一直這樣 準備 你跟我有差這種 你不會太快了 你是不是開玩笑